我们刚刚跟陈志同聊到那个研究那个树轮的东西 那就反过来讲到树 那在都市的小孩对那个树是不了解的 像我自己学我读了生物系 我们有分动物组跟植物组 我们就去学植物分类的时候 我看我们同学每个人都提了一大袋那个植物去摸那个树叶的毛 然后树叶的形状 有时候如此 然后那个树皮怎样 那我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个人 他每次跟我讲说这是龙眼树 这是芒果树 这是什么树 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看呢 那那个人告诉我说 我不知道 我就是从小在那个乡间 乡间长大 我就是凭直觉 他讲这个时候 忽然对我很深的领悟 就他是直觉 为什么 他根本不需要去摸那个树皮 然后也不要看树的形状 因为树的变化很大 冬天秋天 什么时候落叶 落完叶以后每个都是树干一样 有什么好辨认的 那你在台中长大 你对树的情感会比都市人多一点 你可不可以了解你对树的了解 应该是说我对自然的情感是比都市人应该还要再深一些 你可不可以讲解你的具体的感觉 好比如说我看到 嗯我会看到一些比如说在原野他们有种一些农作物 那我可以很自然的就知道说那个应该是什么农作物 那比起如果说跟大学同学出去玩 他们说奇怪那旁边不知道种的是什么 我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说这是芭蜡树 这是释迦树 或者这个是凤梨田等等 你就是直觉吗 对就是直觉 你就认识它吗 也不用看到果实 我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形状应该是哪一种树木 还有根据比如说它生长的地方 在梯田上啊 或是在平原应该是哪一种植物 我们拿一个植物图鉴到植物园去 一棵一棵树去认 认完之后一转身到台北的另外一个角落的时候又不认识 对我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学校教育很好笑 我同学生物系的 我们去辨认所有所有东西 都是用标本来辨认 那个鸟类哦 那个鱼类哦 然后我可以考一百分 可是一到市场去啊 普通的鱼我都不认识 天上飞的 有一次我说白头翁啊 或者是麻雀 或者乌头翁 或者是那个 基本的鸟我不知道耶 可是我一直回忆我在生物系 我都考一百分的真的 后来才知道我变了那个大雁啊 北方的大雁是中国大陆带来的 中国大陆带来好多标本 然后我说本来是白色被摸到变黑色 然后老师要用你想象说 这个应该是白的哦 是不是因为被媒介的学生摸黑的 所以你刚才讲直觉 其实我很羡慕 因为我好羡慕那种人一看就 哦这是什么书 他根本不要去看叶子 对他不需要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成长环境中 对一个东西的了解 所以你后来不知不觉走向这个 你所有兴趣的这种素轮 是有根据的 对是植物或是说大自然 走入大自然是 发现是我非常向往的一件事情 那你刚才有提到说你整个的研究范围 就一直在台湾的那个阿里山的塔塔加这一区 你的整个研究一直在这一区里面哦 对 你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或者你因为走进台湾的森林里面 你才会对台湾的森林这个东西 都知道很多外面所不知道的事情 可不可以讲一讲这方面 是因为当我们在深入山区的时候 其实我刚开始我想像森林 深山的山里面应该是虫鸣鸟叫 然后充满了那些万物 他们发出来的那种声音 但是当我在山上采样的时候 其实非常安静 除了我们在采样的时候那种 轻轻乖乖的声音之外 其实是没有鸟鸣叫声的 那反而是我们的那些声音 是回荡在整个山谷里面 那是我第一个我对于深山的森林里面 我最惊讶的竟然是它竟然是那么安静 当我们没有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它安静到你会觉得 为什么会 因为我们随便在台北市的 随便爬一个山都非常吵 各种各种声音 鸟叫 不是不是人声音 鸟叫啊 蛙鸣啊 虫叫啊 你说你走到森林里面也没有了 对是非常安静 我们那时候也很纳闷 可能那时候 可能那边比较少鸟类 在很高山的时候 对除非是在清晨的时候 所以你的高度可能是一个高 高度海拔是在 两三千公尺 鸟类比较少 很安静 所以非常安静 对只有植物 那你们的所有声音 一点点声音就变得很大 对 非常明显 那通常一去多少天 就你们每去一次 采样或者说 那种做实验观察的 都会几天 大概一个行程四五天左右 那你们必须代购这四五天的一些 的一些粮食 对所以我们吹煮都是在山上 那会不会很小心吹煮 会不会那个森林很容易火灾啊 我们会在山屋里面吹煮 哦 山屋里面 对山屋里面吹煮 所以是还 还不会说 引起什么火灾 对我们会特别小心 会不会有些同学 读不下去 觉得太寂寞 会不会有人说 刚开始有想像中森林很美 很多大自然很美景 可是大自然其实是蛮残酷的 不是你想像中那么美 所以会不会有同学读不下去 就很寂寞 读不下去可能不是因为说他自己设想说这个科系很有趣 他可能是不得已的就读到这个科系 所以他渐渐就没有兴趣 那我是因为后来发现越读越有兴趣 所以才继续往这方面 那你的兴趣在哪里 我听了吧你还是觉得蛮枯燥的 我觉得很好玩 你说到哪里好玩 因为如果我不喜欢就是人家都在做人文的东西 那如果说有一些跟自然有一些互动 什么叫人文东西 比如说就是一些书 文案书文书处理之类的 或是一直看电脑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 有时候我坐在实验室里面看到 我同学 我出去两个三个钟头之后 他还是坐在一样的地方 在接受资讯 然后做一样的事情 那我就觉得好像 他应该出去走一走 因为我们好像就被关在一个小格子里面 然后没有跟自然有接触 跟大自然接触要有一种能力 就是一种本能 就是说他有能力去跟大自然之间互动 因为大自然是没有声音的 就像你刚才讲说他没有声音啊 对 你去那边跟他他就是没声音啊 不像我们一上网去 非常被动的那个资讯全部来啊 你一上网去 网络的东西之多 非常吵闹的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那我们会不会渐渐失去一种 对大自然的感知能力 就是说你说大量接受资讯也好 上网也好 盯着电视看也好 他会渐渐失去跟大自然的感互动 会不会有这种能力 慢慢就没有了 会但是我相信 很大部分他们还是会希望 可以去接触到那样的东西 所以当他们在看到海 大海的时候 或是看到山林的景色 他们会觉得心里是很放松的 或是说睡觉之前 我们还要听 比如说海浪的声音 或是我们想要闻到一些芬多金 像一些芳香剂 它不是还标榜说 它是芬多金的香味 所以那都是 其实我觉得都是暗示 就是人类是需要那样的环境的 人基本上你觉得是要大自然的 只是越来越被隔离而已 那大自然对人有一种 疗愈的感觉 疗愈跟安慰的东西 那你自己在台中长大 你是不是从小就对这个东西 特别的比别人更多 比如说你刚才讲到大海 海洋 有人说他可以一个下午就看海 坐在海边就看着海 这样一个下午 你相不相信 我相信 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在海边发呆 看到大海 对啊 就大海就一直变动 它没有一个瞬间是静止的 而且每个之后都不一样 所以你的一路这样选择是你最喜欢的 那你可不可以讲讲你的未来呢 譬如说其实你还蛮年轻嘛 我看你这个年龄还很小 你的未来就打算一辈子跟这个苏维吾 还是说不一定 然后会不会离开台湾 我目前人生规划是我会先去芬兰 芬兰 你选择芬兰 为什么 读素人气候学的博士 那那是其因缘机会之下 就是我去芬兰是每四年有举办一个世界素人大会 那去年刚好是在芬兰举办的 所以我就去芬兰参加 参加那个素人研究大会 素人研究学大会 就是聚集全世界各地做素人的素人学的研究学者在一起 那通常在我们的会议之前一个礼拜会有一个野外的一个行程 那野外就是我们跟当地的老师合作 然后去当地芬兰的树林里面采样 然后做分析工作 那那时候我就认识那边的一个芬兰的老师 那他非常鼓励我就是到当地去做他们的研究 甚至说之后可以回来贡献给台湾一些技术 或是做台湾的研究 北欧蛮多森林对不对 所以那个 北欧非常多 很多念森林系的他留学 像我认识一个我们的年代 跟我一起写作作家叫保真 他就中心大学那个 他现在中心大学教森林 那他就是在瑞典 他在瑞典念那个念的博士学位 所以蛮多那个学森林人都往北欧去 是因为那边森林很多 对欧洲他们那边真叶树很多 那树木年龄很老 对而且他们那边气候很寒冷 所以树种对温度的敏感度很好 那台湾的话因为台湾是热带区域 台湾热带区域的话 对温度反应没有这么敏感 所以在北欧那边的话 他们的树木反应是很好的 结果是比较好的 可是可是到了芬兰 如果你你选择去芬兰学习啊 嗯 他跟那个台湾的气候也好 跟台湾的那个 跟你台东的那个 那个气候也好 是差的非常非常远的 你会喜欢吗 我因为我去那边的时候是夏天 那那边的时候是永走 就是太阳都不会下山 嗯 那我那时候我觉得很很兴奋 很好玩 你是把这很high的状态不用睡觉 对啊 都是永中 一天一天 如果平常去一个地方旅游 你可能晚上天黑了 商店关门就要回家了 但是在那里面可以从早玩到晚 那这个蛮适合过动的 哈哈哈 但是好像有点辛苦 因为我妈妈听到她都说 她说我不行我体力没办法 嗯 对那我觉得是还蛮有兴趣的 你去的时候可能要遇到永咒 对我去的时候是夏天永咒 那你没有机会遇到永夜的芬蘭 哦没有 但是我有听过就是永夜的话 可能会需要常常跟同学聊天 她说尽量不要一个人独处 因为 所以你还没有遇到 所以你的挑战还没开始 那永咒的话 我是想说可以看极光 哦 对应该还不错 通常永咒的时候 每天的睡眠还是一样的 一样 睡眠时间是一样的 就是在天亮中亮亮的睡觉 对 哦 那你要去芬蘭的时候 你心不兴奋 你整个在心理准备中 我非常兴奋 非常兴奋 什么时候去 我那时候你说明年 你要去的芬蘭的时间对你来讲 是什么时候 明年 明年 对明年前天的时候 所以你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做准备 对我现在是目前是在中研院做研究助理的工作 你是毕业了嘛 对 毕业在中研院做研究助理 对 然后下一步就准备去芬蘭 对我现在在准备英文考试 嗯 芬蘭 然后学芬蘭语 那要考英文吗 要要考英文考试 那你们上课未来是用芬蘭语上还是用英文上 英语上 因为读博士班的话 你主要只要跟老师可以用英文沟通就好了 那课程上面可以去修一些芬蘭语的课程 但是上课的话因为是我们是国际的博士班 所以语言不是用芬蘭语上课 对语言不是用芬蘭语上课 对语言不是用芬蘭语上课 但是又可以学习到那边语言 觉得很有趣 语言跟大致量好像没什么关系 语言是一种好像是人自己发明的一种文化 嗯 那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 他说树会说话 他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他非常认真 就是他不是开玩笑 我有个朋友他有事叫我去 去高雄 嗯 他说我带你去看一些老树 在高雄旁边有些老树 他就带我到那个树旁边 他说 那个树现在跟你讲说 他欢迎你来 我说真的吗 他说他喜欢你 我说哦 他说那他接受你 所以你不要害怕 那时候我看到我的朋友 觉得他是不是疯了 可是他讲得非常 他讲得非常正常 他讲得非常正常 他说他真的懂 那你相不相信 我还蛮相信 因为我有看过一个研究报答 他说很多人以为花没有生命 没有语言 但是没有生命 没有感受能力 但是他们说 他们有发现在很微观的情况之下 如果花一个花在地上一个角度 然后你脚要过去踩他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有微微的避开的动作 只是因为他避开的动作非常小 小到你没办法察觉 所以好像 其实他们花也有感觉到说 有危险要逼近了 所以他想要躲开 所以我相信 素他们也是有他们自己的反应能力 有语言 他的语言 也许不是声音 对就看怎么去解读 会不会是有一种生波 没办法察觉 因为我真的遇到有人跟素在讲话的时候 我有点相信 因为我们人类有时候用自己的 用自己的知识去判断一些事情 其实往往错误 嗯 而且就像我们人类看到的东西很有限 听到也很有限 我们眼睛 视觉 跟听觉都非常有限 在整个大自然比起来 我们是非常有限的 对我们很 人类很渺小 然后其他动物 他看到了 跟感受到 那个范围是我们无法触及的 所以对于植物的那个研究 其实他是一个那个领域是一个 好像我们能够触及到的领域是很有限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再聊有关这方面的 听到